为了让部落族人学习太鲁阁族传统的文化 秀宁乡公所开始招生了 而既人才培训班报名日期到7月12号为止 公所会安排文化课程以及参与感恩祭典活动 希望把文化传讲给下一代 秀宁乡公所为了培训既课程 截至起到7月12号为止 接受各部落族人的参与报名 秀宁乡公所表示 10月15号是太鲁阁族一年一度的感恩祭典活动 并且办理自己培训 就是让部落族人能够了解文化记忆的内涵和活动内容 2014年1月14号 太鲁阁族正名为第12个族群 可以说是族人们的荣耀 并且找回自己的文化 在公所大力的推动之下 每年都会办理全乡大型的感恩祭典活动 让全国乡亲了解太鲁阁族各个产业和文化 年年可以说是吸引全国和外国人以及学生的参与 这次秀宁乡公所召集各部落族人参与培训 从7月19号开始 办理研习课程 安排讲师 文实工作者 若若其劳来细说文化课程 在10月15号当天 也会安排解说研 来说明各个部落的文化特色和产业 尤其工艺部分 也会有专区 让大家了解太鲁阁族的艺术之美 希望透过每年办理自己活动的研习 来延续祖先的生活智慧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